或在自家門前 雙手合十低頭其道 他是丁州路上 都跟丁子戶的屋主 羅先生 聽見自己的房子 位於在龍脈的龍腦上 不能拆 我這條小龍孫 再不保護好的話 台灣是大災難 真的大災難 拜託大家 大家的智慧 來來好好的努力 我跟他講話以後 自己回去都有還行 前數號開示 對方碰上最牛丁子戶 羅先生 柯文哲 說到做到 18號傍晚 親自到丁州路上 現場會刊 跟當場研讀厚厚一疊資料 馬上修正態度 承認日前失言了 我在意會那種說法就 出言不逊 不能用開示這兩次 不是啦 我一開始就說 又不是目的看什麼龍脈 其實說從來一遍 我應該說 他怎麼那麼堅持在想 我去聽聽他的意見 只是初不認識 要有什麼故事 吳先生第一次見到柯市長 雖然不給面子 直接先吐槽 但柯文哲態度放軟 強調雙方溝通不足 從來一遍的話 應該是 怎麼把他的想法 融入那個計畫 而不是說 你跟我不一樣 我把你排除掉了 電證路四半都更 計畫要蓋23層的大樓 羅生的樓賣說打死不搬 讓七十九戶回不了家 柯文哲親自出馬 也碰一鼻子揮 記得董耀俊 全用吳丸 孫培俊 吳宇貞 申橋台北採訪報導